364.86分 恭喜 全宝禅和陈玉希是冠军 中国跳水金花领先第二名 68.76分 北京时间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消息 2024西安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来了 第一个比赛日 这是女子双人十米版 咱们的双宝贝 陈玉希和全宝禅登场了 他们俩抽到了四号牵卫 五套动作 且看双宝完美演绎 从上而下的爆发力 落水瞬间水花消失的震撼 全宝禅和陈玉希组合 第一个动作201B 得分54.60分 陈玉希 全宝禅第二跳 301B的动作完成得非常好 入水效果干脆漂亮 第二跳56.40分 第三跳107B107躯体 向前翻腾三周半 两个人的配合默契程度 依然就像是一个一个人 第三跳得分80.10分 前三跳之后 两个人得分 已经来到191.10分 第四跳 407爆锡 向内翻腾三周半 这一跳 两个人都非常兴奋 这一跳 88.32分 第五跳 5253B 还是那么完美 85.44分 这样计算下来 陈玉希 全宝禅组合 全宝禅组合 拿到了364.84分 加拿大组合 Kalemckay 加Kate Miller 拿到了296.10分 也就是说 全宝禅 陈玉希组合 领先第二名的分数 达到了68.76分 这就是实力的体现 就是断层式的领先 而乌克兰组合 Kassania B.A.I.L.O 加S.O.B.I.A.L.S.K. 拿到了294.42分 排名第三 乌克兰组合 一度申诉 表示现场观众的声音 影响到了他俩的发挥 裁判长 中国前跳水冠军 李娜看到了 同意了他俩的负赛请求 但是继续再跳 也没有更好的表现 这样 恭喜陈玉希 全宝禅 拿到了本次世界泳帘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女子双人 10米跳台的金牌 10点开赛 10点40结束 就是这样快速式 就是这样完美 巴黎奥运会 倒计时99天了 给中国的跳水队加油 给全红禅 陈玉希加油